如果这些鸽子鸽王冠军 不升冠军 早都卖了 你只是听别人说了 鸽王冠军 那冠军不出冠军 那吃的都是吃贝 鸽王冠军的全平倍厉害 那如果再是这样说 那玩鸽子 这些这些飞的好的 都把他的赛季鸽 冠军全部卖了 把全平倍留到家里面 作狱不是省事吗 又省钱还挣钱吗 这不是就完了吗 但是现在现实大脸了 很多情况下 我们玩鸽子 以前的老一辈 前几年飞的特别好吧 冠军卖了 有延续没 没了 过年你看不见他了 对不对 最早的咱现在 最早的欧洲的长青妇 你看一下弗雷迪范锡 他的KBTV鸽王冠军 谁买过 出多少钱谁买过 绝对不买 没有人买过 人家说的很现实 我把最好的留在家里面 我就要延续 我要玩 人家这次的鸽王冠军 升鸽王冠军 是不是给很多人去打脸了 如果这些鸽子 鸽王冠军 不升冠军 早都卖了 难道他 要那干啥 这是很多现实当中 对不对 一上凯尔 凯尔的鸽王冠军 凯尔的冠军 飞鸽王前五的 矿文下 400W 对不对 神奇小鸟 那就直接留了 对不对 那几百个W 来 那谁咋没又说是 掏几300W 去买全名本去 谁给300W 我估计全名本就卖了 这个话说白了 这很现实 所以说现在玩鸽子 有的时候 确确实实的 让很多的这种 玩鸽子的这种 包括一些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把很多鸽人逼了 所以说是 咱现在有 咱这个自媒体 为了 正能量的去传递 让这个赛哥事业 良好的去循环下去 不是说 又一些 为了一些 利益 坑 对不对 你坑 这个行业最后 慢慢的没人玩了